用褶石和墨两个颜色啊 褶石和墨两个颜色调出来的 来笔度上去调一点点 这个褶石色 笔尖上去调这个重的这个墨色 褶墨色混到一块去调一个褶墨色啊 好 颜色调好之后 沾满咱们整个笔度 稍稍的把这个水给它控一控 控一控了之后 笔尖上稍稍去调一丢丢浓墨 来稍稍调一丢丢浓墨 我们现在开始了啊 沿着这个枝干的这个边 先画上方的来 垂向于下方 顿笔向 朝向于这个右侧给它拉动出去啊 把它给推出去 好 然后咱们再来一笔啊 笔尖上稍稍再调一点浓墨 我们从这个下方开始 来进行一定层次的穿插 来顿笔朝向上 哎 有一个什么 有一定变化的这种路角枝的这种感觉 把它画清楚 然后我们在斜侧方向来 稍稍的游细变粗 看到没有游细变粗 无疑就是咱们去接这个枝干的时候 这个力度怎么样 力度越来越大 朝向下 按压这个笔度啊 对不对 好 然后我们来看 是的啊 老师的这个纸是老师在直播前提前就刷好了的 不然的话老师如果说在直播间刷的话 他就很有可能 耗的这个时间太长了 老师总共才播四五十分钟 我们等这个纸干 老师 同学们等老师的这个纸干 可能就要等四五十分钟 老师也没有办法给大家去画了啊 好 把它给画清楚 朝向下左右方向给它摆动一下 然后咱们再从这儿再分一根支 好 这是第一根横向穿插的支 然后咱们这个笔度上再去调色啊 笔尖上再沾浓墨 我们从这个侧边来 顿笔朝向下来 稍稍的让它有一些什么短支接直支 然后向下垂了 看到没有 短支接直支 稍稍转动一下这个笔头啊 然后往下走啊 好 下方再画一个小勾勾 类似于什么呢 我能够把这个大花拖举起来 勾勒起来的这种感觉 就是同学们去调一个底色 调一个底色之后 拿那个小牌刷 小瓶刷去刷就可以了啊 很简单啊 同学们 非常简单 它不难 就是同学们 一定要先把这个颜色给它调好 调好了之后 直接去刷就可以了啊 好 我们来看啊 笔度上是折墨色 笔尖上是浓墨 我们现在开始来 并行于这个枝干 看没有 把这个枝干的这个体积 把它给刷出来 然后朝向下的 给它点染上 好 这边也是一样的啊 一颗一颗的给它画上 给它推出去 让它有一定的什么呢 有一定的这个颜色的 这个层次的这个变化 把它给刷清楚 来 一点一点的给它拉上去 左右方向给它点染好 看到没有 把它给刷清楚 然后这个是上下方向的 给它刷一刷 是不是 勾了一下 把这个该有的这个体积感 把它给刷好 这个是半生熟的 同学们 这个只是白色的半生熟的 30×50的一个尺寸啊 好 我们来看 这个时候 咱们同学们去刷花了 笔度上调的是一个淡的白色 类似于咱们平时喝的那个牛奶的那个浓稠度的那种感觉 去调一个淡色 然后咱们同学们转动这个笔头 把这个笔度上多余的这个水分啊 给它刮掉 刮掉了以后 咱们笔尖侧过来 来笔尖侧过来啊 笔尖侧过来去调一点这个浓的这个太白色 然后我们往下走 来 走到哪呢 走到这个上方 这个位置 先画第一个花头 来 侧峰运笔 向左推动 然后向上叠半 一半 两半 三半 四半 都可以 咱们保证这个花 花半半呀 这种胖乎乎的感觉 它就会很漂亮 来 我们再来看 国化颜料 就是普通的国化颜料 同学们 国化颜料没有油性跟水性一说啊 同学们 咱们国化颜料里面只区分 夹焦与不夹焦啊 来 我们再往上走啊 让它与区分一下 来 我们给它两个花瓣 给它叠到一块 然后笔尖上再去调这个颜色 这个啊 这个仿骨色的这个底色是藤黄 褶石和墨条的 不能光褶石和墨去调 同学们 不能光褶石和墨去调 为什么呀 光褶石和墨去调的话 它这个颜色的话会过于偏红 太过于火气 它是不太它是不太好看的 所以同学们需要藤黄 褶石和墨三个颜色去调 把它的这个颜色给它综合一下啊 它会看起来更加好看一点 啥叫机体感 老师什么时候给大家说过机体感呢 我应该是给大家说过的是机理感啊 不是机体感 是机理感 来 是那种理论的理啊 机理感 不是机体感 同学们 来我们再来 机理感就是 我不知道这位同学问的是不是这个 我刚刚说的这个机理感啊 如果是的话 老师就给你做解释 如果说不是的话 就可能这个同学 他就可能有 同学可能你有点懵 也没有关系啊 老师可以给大家去做解释啊 做解释没有关系的啊 不要觉得害羞 或者是啥的没有关系 因为咱们毕竟是学习对不对 学习的话 肯定是以掌握知识为主啊 没有关系的 没有关系的啊 来 咱们笔尖上再去调这个 浓的这个太白色 围绕于他的这个周边来 简单的给他点上一点点花骨朵 就可以了 那么上方第一个小质干 非常漂亮的这个花头 老师就就教大家画好了啊 机体 嗯 就是怎么说呢 中国画里面一般情况下 只有墨分五色 墨分三色 三色的说话 一般机体感都是在那种油画 或者是素描里面出 出现的 国画里面一般都只有造型啊 同学们 一般都只有造型一说 就是说你画的这个东西 通过写意或者是公笔 不管是你是写实 还是说是笔道易道的那种 纯写意的感觉 他都只是说应物相形 这个是 这个也不是老师编出来的词啊 这个是咱们就是说是 咱们泄鹤六法 咱们当时在这个中国画的 这个理论的这个里程里面 有一位专门写这个理论的一个 一个人 他叫泄鹤 他把这个中国画的 这个画画的这个方式呢 总结为了六种方式 然后我们往上去学的话 就是老师刚刚说的 我们去学习他的话 那自然就是什么呀 学习他的这个其中一个点 应物相形 应物相形 我不知道咱们同学们 直播间的同学们 有没有了解过这个应物相形的 这个理论的这个同学们啊 应物相形 把它猜解出来的意思就是说 你本身画的这个东西 要像你本身画的这个东西 像的话 才能够说 你画出来的这个东西 才是这个东西 就是看起来 一眼看上去 比如说 你画的是螃蟹 你画出来的这个东西 像螃蟹 对不对 你画的是这个鸟儿 你画出来这个鸟儿 是什么鸟儿 是翠鸟儿 还是喜鹊呀 是不是 咱们就应该把它给画清楚啊 老师这个只是白色的 半生鼠的宣卡 只是的啊 这个花瓣 我就只调了太白色 我没有加其他颜色啊 这个花瓣 我只调了太白色 来同学们看一下啊 笔度上在怎么去画画之前 笔度上是一个 占的一个 淡的一个太白色 看到没有 笔度上是占的一个 淡的太白色 然后咱们侧过来 笔尖上去调了半厘米左右 浓的太白 因为我在一个毛笔上面 区分了浓的太白 跟重的这个太白色 所以说我画出来这个花瓣 它才会是同学们觉得的 非常立体 颜色渐变非常明显 像那种陶瓷 透白的这种感觉啊 还有同学们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宣卡指示的 来看 为什么老师所画的这个花 在咱们这个纸上 为什么就那么亮呢 同学们 你们要了解一个点 咱们在这个画面上面 还有一个对比色一说 什么叫做对比色 就是咱们的底色越重 咱们这个花头越亮 那它的这个什么呢 它的这个对比度就越强 因为老师所刷的这个底色颜色重 对不对 因为我刷的这个底色颜色重 所以说我去画这个花的时候 我才能够通过这个重的这个底色 把这个白色的这个花瓣称的更加的白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什么呀 对比或者说是什么呢 衬托啊 同学们 对比或者是衬托 利用这种颜色的方式把它给画出来 印卡纸肯定不行 老师这个就算是宣纸的话 它也是上面有 就算是是宣卡纸 但是老师这个纸上也是有一层宣纸的啊 同学们 咱们老师这个纸上是有一层宣纸的啊 来笔尖上再去调色 咱们测过来 前方两个半的时候也非常简单 不管是画这个叠半 还是画这个前方的这个横向的这个半的时候 同学们一定要去干嘛呢 一定要去画这个漂亮的这个花的这个半的感觉 同学们 你们只能说是不是宣卡纸在宣纸上面去画 而不是直接忽略掉这个宣纸在卡纸上面去画啊 同学们切记这个点啊 不要把它搞翻了啊 来我们再来 笔尖上再去调色 来顿笔向回拉动于它 顿笔向回拉动于它 在每个花瓣的这个缝隙处把它给画好啊 来给大家量啊 最后厚度 我也实在是没那个尺子给大家去量这个厚度 我只能给大家瞅一眼啊 尺寸啊 长宽高 不对 长宽可以告诉大家 长宽是30乘以50的啊 来我们再往下走 并行于它 咱们在这个枝上画一个 看 即将开放的 哎 微微半开 看到没有 微微半开 比咱们这个上方的这个花 要开放的角度大一点的 稍稍有一点小翻半的这个茶花 看到没有 顿笔向回拉动于它 这个是白色的单半山茶花啊 白色的单半山茶花 来咱们同学们 笔尖上再去调色 咱们挨着这个下方 简单的给它点上一些小小的花骨朵就可以了啊 很漂亮 来同学们 花画完了之后 跟上老师的节奏 我们现在来开始做底色 咱们用这个白云笔 笔尖上去戳一点这个重的这个墨绿色 围绕于它来侧峰顿下去 扫回去啊 侧峰顿下去 扫回去 这一边也是一样的啊 侧峰顿下去 扫回去 把这个底色做到这个位置 给它一种什么 向下运染 向下凹陷进去 这种感觉啊 来 笔尖上 这个时候换成勾线笔 去调这个浓的这个太白色 去勾这个一根一根的这个花丝 因为咱们做了底色了 所以说在这个重的这个底色上面 去勾这个白色的这个花丝 它才能够看见 如果说咱们在白色的这个花丝上面 哦不对 白色的这个花朵上面 去勾这个白色的这个花丝 它有可能有些同学呢 你画的这个花瓣 调了这个颜色 没有老是这么淡 咱们有的同学调的那个颜色重 对不对 它就有可能 它画上去 它就不是很好看啊 它就可能是看不太清楚 这个花丝呢 也没有那么强的立体感 不会那么明显啊 所以说同学们 老师推荐一下大家 把这个底色一定要给它做好啊 做好完了之后 我们再向下走 我们用这个藤黄跟花青两个颜色 调一个绿色 来画一个叶子啊 非常快速的把这个画面给它画好 藤黄跟花青去调一个叶子的颜色 黄加蓝变绿色 然后笔度上沾满这个绿色 再将多余的这个水分给它刮掉 刮掉了以后 笔尖上去戳一笔浓的这个花青 来我们刺过来啊 好漂亮的花朵是吗 谢谢同学们的喜欢啊 咱把这个下方 包括这个花朵 这个花拖 也要简单的 给它勾勒一下 向左向右 穿插的这个层次 把它给画清楚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的啊 顿笔向回 拉动于它 把这个画面的这个层次 把它左右方向 看 左右方向给它拉开 顿笔拉开 向左向右 把它给画清楚啊 来顿笔 给它穿插过去 同学们记住啊 叶子是长在枝干上面的 叶子呢 它不是长在花头上面的啊 同学们一定要切记这个点 来笔尖上在画叶子之前 一定要去干嘛呀 笔尖上在画叶子之前 一定要笔尖上去戳一笔浓的花青 嗯 老师在老师的这个直播间 大概在大半个月之前 给同学们讲过这个底色的 这个调色的这个方式啊 老师现在播的话是 大概率是不太会给大家去 讲这个底色的这个刷底色了 因为太费时间 然后咱们直播间挺多同学 他们都不带看的 我留不住人 然后老师讲了这个东西 也挺枯燥无味的 然后我就没有选择 再给大家去讲这个底色了 这个底色需要同学们自己去 咋呢 需要同学们自己去调一个底色 然后往上去刷就可以了啊 其实也不难 老师听了老师粉丝团的同学们 老师不是把那个什么 就是就是那个啥 不是把那个就是 画面的那个底色卡片 发给大家了吗 咱们同学们按照自己喜欢的 这个浓稠度 颜色的明暗度 深浅度去调嘛 调到一个自己最喜欢的一个色度 往上去刷就可以了 第一遍刷的颜色太淡的话 那咱们就刷第二遍嘛 它其实很简单的啊 同学们多次去选择那个颜色叠加 咱们这个底色就出来了啊 好 我们来看啊 笔度上咱们再去调色 咱们在这一块 稍稍的给它简单的点上一点 这个枝干就可以了 然后从这边再给它进行一定层次的穿插 咱们这个画面就画好了 然后我们再往下走 是的啊 咱们同学们可以自己画 画好了之后表起来 那更加好看 可以挂在家里头啊 也是非常漂亮的 来 我们把这个下方 这个花头 这个花托呀 都给它串联起来 让它有一定的这个串联的这种感觉 笔尖上去调浓的花青 来 从这边啊 顿笔向外拉动于它 顿笔向外拉动于它 把这个叶子与叶子之间的这个组合来 分一根小叶金线 看到没有 把它给画清楚 哎 长到这个上方 然后稍稍的有一定的错位 不要对象而生 看到没有 不要对象而生 叶子与叶子之间 一定要给它分开 把这个层次感呀 把它给画出来啊 是的啊 因为白色的这个纸去画这个 白色的画 它可能它看不见 如果咱们直播间有的同学 他就不相信老师说的 没有关系 咱们同学们可以自己试一下 对不对 咱们平时拿自己家里头的就是 孩子的那些 不要的那些废纸 白色的纸啊 草稿纸 咱们去试一下就知道了 去画这个白色的这个颜料 它是真看不见啊 同学们 也不是说完全看不见啊 那个效果呢 是真的是不咋的啊 效果是真的是不咋的 来我们再来看 朝向下的 来看朝向下的叶子 那咱们就朝向下翻准呗 是吧 很简单啊 咱们把这个叶子给它画清楚就可以了 那么同学们啊 想要老师高清淡化的同学们 赶紧进老师的粉色团 老师一会儿 我就把这个画 我就发给大家了啊 我就发高清的 包括上一张 那么老师的这个直播时间 是上午的八点 跟下午的三点半 然后明天同一时间 老师跟大家见面了啊 辛苦大家了 明天同一时间 再跟同学们见面了啊 同学们再见啊